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 其他的还都正常 现在就是销路问题 将来呢 厂家给咱们包销一部分 剩下的咱嘎查自己联系销路 这个销路是咱短板的 我现在正瞅着呢 你们听说过网络平台吗 啥网络平台 你懂啥呀 一天到晚那瞎餐货 他就知道在网上 购买衣服啥的 你才不懂呢 吐老帽 韩书记 你听说过7154电商平台吗 我告诉你 7154是一个网络商城 它的销售模式又多又灵活 你说这老李傻不傻 我原来啊 我的内心底线呢 只要给我百分之二 我就满意了 没想到我连胡在蒙呢 这小子 给了我个三点八的股份 多少 三点八 你八呀 你真的啊呀 三点八那可不少了呀 他干得越大 咱挣得就越多 还得是长期的 那大人 除非他家这牛都死光了 那大人 你会不会说话 他都死光了 那是三家牛 都死光了 你喝西北方去啊 河北顺小肉眼厂的老祖 可是到了齐里了 我听说就这两天 就要来咱们嘎茶实地考察 哎 展的胜算还是挺大的 好事啊 这个宝峰啊 就别做美梦了 我这招叫一见封猴 他死定了 你这招啥处处啊 我现在就想看看 宝峰倒霉的样子 你别着急啊 我也等着呢 等他跟春晓公司 把河路签完了 咱再动手 材料我都写好了 到时候你找人签字 人越多越好 安娜 放心吧 土壤检测报告 弱检沙地种水稻 我前两天啊 专门去了一趟吉林 我把咱们盐检地的土 拿回去做了鉴定 你猜怎么着 咋的 适合种水稻 这个弱检沙地种水稻啊 这倒是个稀罕事啊 这要是成了的话 这可是造福咱们 嘎啥的大事啊 是啊 我现在担心的是 这哈利 别把水稻这事给弄成了 不 哈利还张了这种水稻呢 对啊 这么长时间 他怎么不提 种水稻这事了 这小子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现在 他能卖啥药啊 嘎啥委员都反对 他还咋提 你 你别小看这